欢迎收听动保大小事 我是余燕 我是黄庆荣 医师啊最近我听到这个消息 真的匪夷所思 他是联合新闻网五月出的新闻 他说就是摄子岛变成了毒岛 你知道我是在摄子岛 那个某大学里面教书吗 没有想到看到这个新闻吓一跳 因为摄子岛变成了毒蛇岛 有一个宗教团体 摄子岛比较方便 怎么这样子呢 宗教团体说放生 他们放什么 他是放一堆毒蛇 把他们直接拿去摄子岛放生 所以有居民就看说奇怪 走到那也看到蛇 走到那也看到蛇 所以他们跑去跟这个宗教团体 来反映说怎么是这样呢 你怎么可以把毒蛇 放到我家这边玩 你念个阿弥陀佛 他就不咬你了 是啊 这个宗教团体既然说 你看到蛇的时候 不要慌 你就念阿弥陀佛 哪有这回事啊 所以艺人 其实他这样讲也对 为什么 因为 蛇听得懂阿弥陀佛 我那个泛池线他在攻击的时候 攻击都是你移动很快 你心情很不稳 他感触到你那种频率 很急促的时候 他就攻击你 你真正很平稳不动的话 他不会看到你不动就攻击你 不会 所以他这样讲 问题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临危不乱 看到蛇的时候 看到就吓一跳 赶快停着不动 吓一跳那个蛇就攻击你 就刚刚好咬到 看到蛇还是要赶快跑吧 对不对 尤其是有的 这个都是很恐怖的毒蛇 那当然就议员开始质询 他说台北市每年的放生活动 非常多 可是动保处三年来只开罚了两届 那当然新闻里面动保处长 送处长就出来讲了 不真的很不应该 以后一定会认真开罚 问题是我要放生的时候 会让你知道吗 对啊当然不会啊 我又看某电视宗教团体 某掏的某个频道 那个你不敢动他 真的对 但是看了之后 你在里面不管大家正正问 反正问就问他说 你怎么可以去别人家里面 放毒蛇来放生呢 还有你那些螃蟹放生的时候 竟然连绳子都没有把它打开 直接丢到海里 那螃蟹当然是一命呜呼 现场淹死 要不要我讲一个很好玩的活教思想 那个是他的命 他的业障 我负责放了以后 那至于他能不能活 那是他的业障 太好笑了 接受吗 当然不接受 还有像那段时间 在内湖的那个公园 那个池里面被放的全都是垃圾鱼 垃圾鱼就是枇杷鱼 其实这个东西是 我们当时在水族乡 水族乡不是有青苔吗 对 那养那个 垃圾鱼 那个枇杷鼠 去吃那个青苔 但是呢 小的时候还不错 还能接受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到 糟糕一个小鱼缸里面 有一条大鱼 而且很像妖怪 对 所以就放哪里呢 就往公家的池里到处去放了 只要是有水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 在台北一个当然就是内湖的 第二个大安森林公园 甚至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水库 基本上都已经被霸占 全部都是琵琶鼠的天下 而且那捞起来之后 对于生态的影响非常大 你旁边漂亮的井里 还有其他的雨 几乎无法生存 因为水都被它吃光了 是的 所以像这样的 一个一个 我们说 你放生 放的 假如说是弱势物种 对 放出去就等于是送死 就像刚刚讲说 我们有买很多的鱼 或什么 把它放到海里 结果这样 那有些鱼是比较深海的 你放到前海的地方 它缘分不对 水压不对 就死光光 甚至把淡水鱼 放到海里面去 那有些强势物种 当你放出去以后 它就占据地盘 对 占据地盘之后呢 你会让当地的物种不能生存 对 那不能生存之下 就完了 所以我们 各位要是到恒春 可以看 我们平常都讲白头翁 对 然后有听过黑头翁吧 白头翁在中南部 甚至北部都有 对 而且很好养 黑头翁是在东部 宜兰啊 那有些人 把它 把那个黑头翁买了以后 就把它放生 到了白头翁的地方去放 到那个比较南部的地方去放生 放生以后 你就发现 发现说 奇怪 怎么会有那个 那个白不白 黑不黑的杂头翁 杂头翁出来 灰头翁都出来了 就是你在不该放生的地方 杂交的东西出来 你在白头翁的地盘 放了黑头翁下去了 那甚至 甚至包括 我们台湾猕猴 跟人家调查 其实事实上 台湾猕猴的血统已经不纯正 台湾猕猴参找了太多的 恒河的 就是泰国的那个猕猴 参找太多他们的血统了 我们自己台湾猕猴的血缘关系 已经没有了 是 那另外 另外 我们讲的八哥 对 台湾 台湾 现在都是泰国八哥的天下 台湾和金门 本来有很多原生种的八哥 是 那自从 我们从国外引进八哥之后 一个是跑出来的 我相信大部分是跑出来的 因为那个很金 他自己会开门 对 那跑出来之后 强势物种 因此 就占领这个地盘 所以你现在外面看了 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 我看到好多八哥 那都是 泰国八哥 都是泰国 对话说我家阳台有时候就有八哥会来吃东西 嗯 他看到猫 猫想要去觉得很好玩 想要去吓八哥 八哥被吓走的时候非常生气 那是聪明的泰国八哥真的在回来呛吓我的猫 哇那你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 哎 这些的外来物种 真的亲蒙打后 对 回来呛吓我们 可是话说回来 这些宗教团体都说放生 说是放弃杀生 解救悟命 那他们觉得他乱放 把毒蛇放到摄子岛之后 他觉得他可以上天堂 其实这里面我们又会又会想回回溯到说过去因为我们这个从从很久很久以前 魏晋南北桃之前就讲就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叫叫叫叫做不可以吃吃肉 嗯 因为我们去化缘的时候你你不能说我对不起我不吃肉什么 嗯 有什么吃什么 那但是因为因为皇帝率先 嗯 说啊我们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因此上行下下 因此才会定说不要杀生不要干嘛 那当时很简单 我告诉你我要见你一辈子都很难 为什么 嗯 因为因为我我家离你家大概几千里 嗯 但是现在那我要什么东西上网order就有了 对没有错 宅配到你家了 对 那这个东西搞不好是从非洲来的 嗯 因为我们现在交通时要太方便了 对 所以把各地的物种他都可能到一个地方来 嗯 那这种商业商业行为商业的交易行为 再加上所谓宗教的放生行为 对 结合在一起就变成商业化放生行为 嗯 那这里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有多大的利益可图 对 里面除了外外来种生物可以卖钱之外 买了之后再去放生的时候 有的不肖的团体又居间赚一笔 啊你上面换我下面抓 哎 对 就这样 所以所以像这样的这样的现代化的社会 他已经和当时倡导放生 倡导放生说我今天到这个村庄 哦看到有人抓了一只鳖 嗯 哦 我觉得好可怜 然后我就淘点钱买了就在村庄外面就放了 嗯 啊是当地所以我们常说原地释放嗯 那这样的话他在他原来的生活的地方 那随着时代转变随着交通交通发达 那我们再把这种方程观念放到现在 现在这个21世纪的快速的时代对 是不是还合时宜 当然问题很大 这个我们必须去思考 是是 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当时台湾没有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狗哎 嗯 那为什么现在那么多流浪狗放生 家里不想养了就丢出去民其民而放生 我们常常说啊这个文其生不能赌其肉 嗯 不能食其肉 因此因此就 哦我不想养了就把他丢掉嗯 利用所谓的放生之民其实叫弃养对对 哦 那个像这种这种情形那这些狗和猫出去以后嗯 出去以后啊像台湾四季如春然后我们的人又很好心会喂真的爱心人是太多了好会喂他们吃甚至甚至包括我们水果都讲狗来护但是狗来了就要照顾哈哈哈哈不是狗来然后外面喂一喂就好狗来护是狗来了要照顾那就保证你会护啊 啊是因为湖地自有湖地自有湖人居嘛啊因此像这种情形我们是不是要思考当你把这个毒蛇放出你不只是设置到了湖山公园是那个那个那个宜兰的湖山公园一堆了也被放了毒蛇放一堆了 哦而且都很大条的都是外国进来的啦凶暴对那像这样当你放出去之后你到底是到底是做好事还是做了恶事啊为什么因为这些这些毒蛇万一咬到人怎么办啊当然会影响人的生命啊而且换句话讲这些毒蛇本来不是在这个地方你把它放到不适合他 他居住的人的地方对他也是一种灾难啊呃基本上都是强势物种哈哈哈哈所以很恐怖啊可是换句话来说呃就算社子团体或者是议员大家抗议很久没有用好像还是觉得我就是要放我的啊我就是随便放啊没有用因为因为呃我想呃一个是政治意识形态是打死不退的哈另外一个宗教意识形态你想想看 我们我们我们的不管是佛教思想也好道教思想也好甚至伊斯兰教思想也好嗯那个真的是打死不退他们坚信这样做就有什么好报哈因为寄托未来嗯现在我作恶太多所以我寄托以未来是放一尾毒蛇 就觉得我死后可以升天然后就可以一尾不够啊再放第二尾所以有的宗教团体是说你放的越毒越多啊你的功德越多越稀奇的越稀奇表示因为当时这个投胎的时候哦稀奇啊所以你做的好事越多啊真的这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非常不可取我这样我这样我这样讲各位听众朋友我没有被我误导哈我们是在说拜托只要不是不是原生物种对哈第一个你不要买嗯第二你不要被煽动说哦我要买来放生因为因为你真的是在作恶对对这是这是我们呃今天今天这个节目很重要对我们必须要去 谈的谈论的这个主要目标对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啊一个专家当然是我们黄庆红医师不敢当啊对他也曾经去到佛光山很多宗教团体演讲直接的就大胆挑战犯所谓放生对社会的冲击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继续访问佛教团体哦今天邀请到的是呃这个佛佛佛教基金会的陈一陈课长也要一起来谈谈我们都以为放生哦他到底是好是不好 那好的团体呢他认真放生可是他放生的时候是依循政府的法令而且有科学意志哦我们先休息一下进行广告马上回来 动物保护工作不仅仅只是关心流浪猫狗而已而是包括了在天空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各种动物在专业化时代从事任何一种物种的保育工作都需要专业的人才与大量的物资长期的投入才能显示出成效 成立一甲子的社团法人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所秉持的宗旨是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公益对所有善款都善尽了管理与运用的责任为了让协会发挥更大的功效继续为社会做更多的事即需要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捐款专户社团法人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 欢迎回到动保大小事我是余燕 我是黄庆荣大家好 然后防疫平安 这个要大家能够不要出去就在家里听听我们的节目保你心安 对我们刚刚黄医师提到很多放声的问题和故事 所以现在我们要赶快连线的是财团法人福治佛教基金会的课长陈一诚陈课长 课长您好 今天主持人还有秘书长大家好 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是要邀请那个陈课长上我们节目啊让大家看看但是因为防疫期间所以呢只好用call out 然后大家就要多花一点那个耳朵好好的听 那事实上福治这个财团法人福治佛教基金会我认识已经很久了 我内人在那边也是当志工 我最佩服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做菩提道赐 这是什么 菩提道赐地广润 就是我们我们在读佛经都觉得好好艰难对不对 他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这个你的佛经的经意也step by step 是介绍给大家有浅入深去而且旁征博引的让大家知道 是更能吸收更能了解 对那尤其我们听说社团法人福治 财团法人是财团法人福治这个佛教基金会 这些从大概八年前起就遵循农委会所颁定的水产动物增值放流限制 还有应尊事项 所以每次要放流的时候还会申请鱼苗的放流 而且会向各县市政府提出申请活动报警核准之后再举办 而且在放流的时候基金会还会去避免担心说 可能放太多的时候影响当地环境还会先考量参加人数举办的情况 然后还有透过环境教育还有互生实践来提出这样的一个放流活动 所以要请课长讲一下当时你们这样的互生观念还有食物的做法是怎么样呢 好 谢谢主持人 最主要是我们的上日下场老和尚 他的带我们学菩提到次第广论 这一本佛论点这样子 他最主要的一个本怀就是希望说 这些佛地址能够学到佛陀最完整的一个教授的一个精华 所以这一本就是蛮适合一般居士来学习 而且在生活上能够去实践这样子 所以就叫这个概念 但是学佛的佛地址不是只有自己学 他周遭的环境 周遭的人都要一起光顾这样子 一起都要发自自己的本怀 慈悲的心 所有要等同一起光顾 光顾过程当中就是在实践佛法的一个内涵这样子 好 所以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的放生 因为大环境的一个改善 也就是说大环境的一个变异 很难像以前就是说我随便买 就可以随便放这样子 这个放生又是佛头传承下来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众生 解救众生离开痛苦的一个方法 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放生要这个时代要怎么去做呢 所以后来我们就在九年前 我们就推广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放生 所谓科学化的放生就是 放生的时候应该公开申请合法来放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把对的动物放在对的地方这样子 譬如我们刚刚提的这个鱼苗放流 就是因为整个外在台湾沿海的鱼类已经枯竭了这样子 所以刚好鱼苗鼠有领定这个办法 可以鼓励大家一起来赋予 但是这里面我插一下话 因为我们放很多出去 结果因为当地的海域环境都遭到我们破坏 因此放一堆出去是不是就死掉一堆 所以除了放生以后我们在所谓的互域 互域七地它生长的地方的保护 我们也要同时注意 那这方面我们胡适回家基金会 是不是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对对 谢谢秘书长的补充 其实我们在做鱼苗放流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其实放下去这些鱼苗 对于这个环境有没有负面的作用 因为海又这么大 对 就长期放下来之后到底效果怎么样 所以我们有跟台湾大学鱼苑科学研究所的一个教授合作 其实研究只是以黑雕这种鱼种放小下去的一个科学化的研究 后来研究成果其实就是有一个初步成果 就是放下来的鱼 它已经有找到一个成鱼 就是有软泡就怀孕的成鱼 有找到软泡这样子 就是它已经放下去的鱼苗会长大这样子 而且现在正在做下一次 就下一个步骤 就是在大海中放下去的鱼苗当中 有没有是它繁殖的下一代 如果有这个证据的话 就变成说你放了这些东西 其实它会长大会成功的 但是海还这么大 本来放下去的鱼苗 又不没有保证它长命百岁 都可能被吃掉死掉什么 不过千分之一就不错了 对对对对 这个是基础问题嘛 至少我们有做这个研究 所以说我们至少 在富裕鱼苗质研究的方面 就我们自己的一张 释放鱼苗 实际上做科学研究是 对于生态是没有特别的一个破坏 而且我们在放流过程当中 从上游鱼苗上 到渔车到现场释放 我们都是落实滚动管理 就是有问题嘛能改善 所以我们就是在对短的时间 把鱼苗放到海里面去 所以说我们到目前都是 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 一个叫做鱼苗特别死掉 这样子 对都是经过一个 严选的步骤 都是专家在照顾 从鱼卵生鱼苗 然后它会长大到可以放流 然后这个送到海边 然后我们做个法事 然后再把它送出去 一堆都是有专家在旁边照顾 对对 因为我们进行了九年嘛 所以都是公开申请 而且合法的释放的 对不是偷偷放 要注意 对那么都是黑雕吗 大概都在哪几个地方 的海边放过了 那放的过程里面 大约都多少人参加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最后要请教陈一辰科长 参加这个过程之后 那心灵的感受呢 看到鱼苗下水了之后 或者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知道它们生存下来 那个心情的感受是如何呢 这就要我们这个 鱼卷署这个办法里面就有公告 每年每一个月 台湾沿海各行是适合 有放什么鱼苗 所以你就要申请 它公告这个鱼苗 鱼种去申请 所以这是鱼苗很多 什么有黑雕 有黄旗雕 黄锡雕 还有嘎啦 还有很多就是台湾的鱼苗 所以季节性不同 有不同的鱼苗 这样子 这是我们依照这个办法里面的程序 去申请鱼苗健康检验 合格之后再去申请 跟县市政府申请 合格之后 我们再组成护士团队 我们来开始报名 报名的时候就是 其实依照各区不同 因为台湾各县市 几乎都有排放流场次 就看各地各区的状况 像台北平均一个月到一两场这样子 而且就是确定要举办日期 合法申请下来就会公开 而且还不止 不止你们这一个活教团体 对不对 对对对 还有几个团体 都是用这种合法申请的 但是有一些团体说 我现在就要想上了 再去申请太麻烦了 对他就乱放 然后就乱死 对不对 我不敢讲乱死 你比较有修养 所以我们就开放报名 报名之后就是 想来参加就参加 所以人数300到400500 都有这样子 算起来300400的人 还算是蛮多的 那放流的时候 因为我有看过别的团体的影片 有的人就是坚持 三家人每一个人手都要接触到这个生物 然后这个有一定的仪式 是这样子吗 你们这边也是如此吗 最主要是说我们有一个 就是放生的仪轨 就是一个祝福他的一个仪式 希望他放出去之后 能够活得永远的快乐 不要再受苦 能够投身上去 因为佛教有个无限生命 就是这一期生命结束 还有下期生命的这种概念 希望他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能够投身上去 所以过程当中 因为渔车是在岸边 到海 沙滩上或是一个放流地点的地方 有段距离 就用那个小水桶 就是一个一个用接送的方式 从渔车这样传下去 大家口中 默念佛号 祝福送祝福给 这个就像我们生病出院的 都是很希望得到人的祝福一样 红包或是什么 吉祥话 这意思一样 就是祝福他这样子 就是这个概念 除了这个之外 我知道你们海旧海归 对不对 彭湖的那个绿细龟 你们也救了不少 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的还有没有拯救 比如说我们特生中心的野生动物 为什么会兴起说 来救助这些受伤的动物 而不是说我在市场上 我今天就买了100只鸡 然后我就来放生 会比较快速 这种观念是怎么来的 好就是刚刚延续 刚刚的一个就是科学化的放生 就是我们也希望说 它放下去生物能够活得更久 越久越好 乃至于都是长命百岁 这是我们的希望 所以过程当中就不能 随便都乱放了 要考虑就是刚刚讲的四地 四五就是四而放多少量 这种角度这样子 所以就是像我们第一个合作 就是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特殊东西 農委会下辖的单位 林务局 在积极 农委会林务局下面的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它有个野生动物急救站 这是我们最早跟他们合作的样子 他们这是救伤动物的一个专业单位 现在人又很有爱心 看到路边或什么掉下来的鸟类 或是猛禽类 或是其他台湾野生动物 都会送到各县市政府 会送到特殊中心去救伤 救伤完之后 要总要放回去 就是放回它原本捡到的地方 后来有一个人我们认识他之后 发觉说 其实他放出去之后 是不是我们可以跟宗教团体合作 所以我们就想说跟他们联系 他们放的时候 释放的时候 可以通知我们去做一个祝福仪式 就是类似于庙方的祝福仪式 做个简单的仪轨 我们就在旁边 花个十几分钟的时间 祝福仪式再放出去 他们也蛮认同的 有人关心这一块 有人共同的祝福 而且是一业合作 我们很喜欢放生 他们就救护救伤动物的专业单位 就一排集合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最早一个合作的 一个单位 就是特殊中心的野生动物集球站 刚刚民主长提到说 我们是什么的概念跟想法 来从事这个现在的科学化的放生呢 最主要是说 每一个生物都 动物都是有那个 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的一个本能 他希望说 他肚子饿就要吃 能够有个最好的生活的模式 或最好的知识 就是每个人都有种本能 我们也希望说 用这个方式的模式祝福 希望他能够生命过得更好 这个就被放生者而言 就放生者而言 就我们放的人而言 就是说 抱着一个明报物语 即所补欲物失于人 这种概念 我们希望说 我们不要的痛苦 其他的我们也不要施予他人 我们希望得到快乐 我们希望这个受伤 或是楚楚可怜 这些小生命 也能够得到救护 所以就是这种慈悲的 或是这种概念 就是看到一个弱势的动物 不舍他受苦 我们来帮助他 以前的帮助方法 就是我自己用佛教 宗教概念自己去放 就是不管他 现在就是换另一个角度 用一个专业当然合作的 跟特生中心 野生动物急救站 或海洋大学 海归救舱中心 或是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 这种流浪狗的模式 就是跟他们合作 大家一起有心人 一起来救上 随便随地来救上 生病的这些动物 这样子 这叫这个概念 所以就遮止了以前 就是自己想放 随便放或乱放 就是放就死了 这个问题就不会再发生 是听起来真的非常感动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福治佛教基金会的 课长陈一诚 诚课长 课长提到的 就是一种科学化的放生 而且透过学者专家 一起加入了 那这样的祈福 让整个的放生 变得更有意义 我们现在要学习一下 进的广告 等一下要来谈谈 那么福治佛教基金会 还做了哪些事情 那对于社会的改变 有多少呢 这种科学者 是否认为 动物保护工作 不仅仅只是关心 流浪猫狗而已 而是包括了 在天空飞的 地上走的 水中游的各种动物 在专业化时代 从事任何一种 物种的保育工作 都需要专业的人才 与大量的物资 长期的投入 才能显示出成效 成立一甲子的 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 所秉持的中指是 公平 公正 公开 透明 公益 对所有善款 都善尽了管理 与运用的责任 为了让协会 发挥更大的功效 继续为社会 做更多的事 即需要社会各界 大力支持 捐款专户 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 话播账号 01296665 或拨打均款专线 02 2704 0809 02 2704 0809 欢迎回到 《动保大小事》 我是于燕 我是黄庆荣 我们现在要访问的 就是福治佛教基金会的 课长陈一诚 课长 课长刚刚提到了 他们是展开科学的 有专家加入的放声活动 而且都有依照规定 跟政府来申请 地方政府 还有中央政府 他们都合法来办理 这样的地方放声活动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你看到那个 那个范池倩 说那个阿弥陀佛 就不咬你吗 好可怕 我看到电视上 有人放毒舌 而且想放在哪里 就放在哪里 那超乎想象 所以今天很高兴 知道福治佛教基金会 有一个让人家安心的 而且符合科学 符合知识的放声方法 真的阿弥陀佛多了 其实我以前就一直 当年我们和那个佛光山 合办了一个 就是随言附身的宣导大会 我跑到佛光山去 告诉人家不要放声 是在很大胆 对 后面真的 透过伊空法师 然后和那个星云 星云大师讲完 他说对 我说不然的话 我明天 今天晚上 我就弄一百条响尾车 到你们佛光山来放 吓死人 所以后面 后面他说 我们该宣导的 就是随言附身 不要特地去放声 就像我一直说 其实佛教团体 他可以去 润养一个山林 那这个山林 在透过这些专家学者 去做物种调查完之后 这些山林里面 该存在的原生物种是什么 不管是动物植物 大家信众捐钱 去润养这个地方 让它繁衍众多 对 这样的话 是不是把我们的大地 会变得更美丽 就像我们这个财产法人 福祉活教基金会 在那个海域放养鱼苗 那你以后 不管是渔民去捕鱼 或者是我们 这一般老百姓去潜水 能够看到 比如说像刚刚放的 很多都是珊瑚礁 珊瑚礁的鱼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海岸 会变得更漂亮 因为说老实话 台湾那么小的地方 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 海洋文化 观光 不管是从山林到海洋 这个物种也丰富 资源也丰富 但是因为我们过度的发展 然后造成大地的污染 很多物种的消失 在人口越来越多 需要的土地 我们很简单 就和这些大自然战 互相争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把我们的整个大地污染 然后更不能喘息 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建筑物 下来就是水泥地 因此整个大地不能喘息 那这种这种真的 我非常盼望 我们的宗教团体 能够像这个财团 财团法兰胡志活教基金会一样 因为我平常习惯 就叫胡志基金会 能够这样做这些工作 让我们的整个大地 慢慢地在恢复原来的样貌 尤其是我们现在加上减碳 整个地球的暖化 我们需要真的需要 人心需要宗教拯救 我们的大地也需要宗教拯救 是 所以陈克长你在线上 对不对 所以这段时间 因为你也跟特生中心有合作 你们放过哪些的生物呢 那在这放生的过程中 你的心里的感想是什么呢 我们放生的动物蛮多的 黑面皮鹿 或是说凤头苍蝇 大观鸠 穿山甲 看到受伤拯救就放 穿山甲也能够一起放 穿山甲很多 对 这是人家捡到受伤的 穿山甲很多 对 只要他们能够有 就通知我们这样子 就去参加一个地点 就是他们先跟我讲 在谈一个县市 我们县市大约在我们附近 我们有扶植了一个教室 一个地点 我们就在那边做一个教育的解说 这个生物 怎么来的 救伤过程 等到什么困难 我们要怎么 善待这个野生动物 做一个前行的教育 送个祝福 一次 大家可以的话 就到现场去 把它释放 完成一个释放 过程当中 就做一个教育 顺便 让大众更了解 对野生动物 基本的习性或性能 或功能 对它特性更了解 这样子 是 有没有像传说故事中 那只穿山脚 回眸多次 看了你 然后 爬到你身上 然后高汉 你说谢谢 再见 依依不舍得 离开 那个大众都是 刚好有这种行为 人类穿草附会 当野生动物被释放 就是笑了 就赶快跑出去 表示它有野性 对 如果你放下去 它跑的话 表示它是宠物 宠物放出去的 磨蹭能力 那个是我们很担心的 对 那么现在其实也有 捐款支持生态保育研究机构的 是不是 福祉怎么做呢 有什么成果呢 这是像特生的野生动物局 就这样我们就是赞助他们 那个海归也是有赞助 这部分 另外鱼苗放掉 是我们自己去申请 这也是我们在做 鱼苗是买的 对 就是我们福祉的会员 他们自己出钱供养 一起同意去申请来 来放的 这样子 另外就是 我们还有一个 官庙护生园 就是对于那些受伤 过没办法放的动物 我们是有一个 官庙的护生园 就是原本是有乳羊肠 现在是把它 转成为做护生园 目前里面有 收容的领务局介绍来的 那个苏卡达像龟 像龟 六只还是几只 三十二只 三十二只 还有 还有那个台湾的陆龟 对陆龟就是台湾的水龟 就是有一个大水池 它就在水池 水龟不是陆龟 没有 那个陆龟放在水池会淹死 陆龟是陆地上 苏卡达像龟是陆龟 没有台湾也有陆龟 像那个什么 呃 那什么 关龟 还有就石蛇龟 然后那些都是陆龟哦 那个放在水里会淹死 对对对对 陆龟就是石蛇龟啦 陆龟就是石蛇龟 好 那石蛇龟 也是我们有 领工局也有合作 也有做这方面 没收的就从从送给你们 这个野放 小部分 大部分目前因为野放 又很容易被人家抓 所以现在都是在一些研究单位 他们的收入 原来是这样 那除了龟之外 你们那边还有其他的 受你们所保护 那在养护之中的生物吗 有啊 还有鹦鹉 还有鹦鹉 就是人家弃养的一个鹦鹉 另外我们还有水牛嘛 就是台湾的黄牛 台湾黄牛 最主要是说 我们那个 老了 没有减大 就是人家宰杀 我们就 把他救 救了 让那边可以除草 帮我们除草 这样子 吃草嘛 就不会 减轻我们人力的负担 就他也 活得快乐 这样子 大家互相帮他 这样子 是 另外这是我们收拾这些动物 最主要像像龟 然后鹦鹉 最主要是做这个教育 希望说来源参观的人 看到这些外来种 像像龟是外来种 或是说鹦鹉 也是人家弃养的外来种 人家养一养 就把他弃养 所以最近是我们环境 外面的环境生态 发生一些外来种 一些侵扰问题 利略稀 埃及圣环 利略稀 你们也救吗 我没有救 就是主要是说 我们因为这个概念 我们出了一本书 就是流浪的龟龟 流浪龟龟就是 希望说 借着这个绘本的发行 把这种外来种的 这种野生动物的 换养之后 后来又被弃养 造成生态问题 跟大家说明 其实这个 因为自己的好奇 养了这些动物 其实自己如果没办法照顾 会造成生态很大的 一个好奇 我请教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在救 这个流浪的狗和流浪猫 而且洞宝法 洞宝法也说 临铺杀 在公立收工所不能杀他 但是 但是同样 利略稀 被人当作宠物 结果不想养的就丢掉 丢掉以后 然后我们的政府呢 花很多钱 请人来去捕捉 然后扑杀 那这样的话 同样是 同样是这个宠物 然后 扑杀那么多利略稀 不是 不是只有一两只 一扑杀就起千只上万只 还有那个埃及圣贤 也是用 用这个扑杀的方式 那站在宗教的立场 会认为物种同样是生命 这样做 有什么可以更好的补救方法 这个 很尖锐 对啊 这个就像我们很多人养鸟 养鸟都一样喂它一个小虫 外面鸟店都卖一些 繁殖一些小虫 对 让它去买回去 去喂它比较 所谓尊贵的那些鸟嘛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到底要救这只鸟 还是救这个虫呢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嘛 所以又想到 当年活头看到一只老虎 抓着一只兔子要吃它 那个兔子叫老虎说不要吃 然后老虎说我肚子饿 活头说我够一块肉给你吃 然后把兔子放掉 是不是 对这是一个 一个生态环 对生态环 那本来就是生态 食物链 这个宗教团体也没办法避免这样子 对 所以现在这种问题就是 就是说 以小生命来救度大的生命 就是自然食物链就是这样子嘛 不是啊就是在这里 我们就会说呼吁说 不是台湾的物种 不是台湾的物种 纵然再漂亮或再稀奇再什么 拜托商人不要引进台湾来贩卖 作为宠物或者是做什么东西 我想我们在做这个宣导的时候 宗教团体是不是也应该要去呼吁说 只要不是我们买回来 买回来就等于是在做恶一样 因为没有买就没有卖 那这样的话 商人就不会到国外去抓回来 那在抓回来的过程里面 又会死掉很多 甚至最近还有 还有那个 在大陆有什么 宠物盲盒 就是你买一个 但是盒子里面是什么你不知道 那这种歪风 我想今天我真的建议 透过我们佛教团体 有机会大力的去宣导 不然的话 台湾说老实话 我这些我活到家 我活到七十几岁了 台湾的岛上的杀虐实在太重 这些杀虐都是人类造成的 客长怎么看呢 因为你们也有编一个 护生故事集的生命画册 就是佛教团体 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故事里面 你们得到什么的启示呢 最主要我们追踪这一本 流浪贵贵的生命画册 最主要目的就是 有几个的 就是将大众推广 就是说外来种的野生动物 其实你要想清楚 你能不能照顾它一辈子 如果没办法 就是不要买来养 就是它的痛苦的遭遇 就是画册上面所说的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满重的一个内涵这样子 另外一个是希望这个画册能够启发一般大众 原来真相是这样子 能够生起一个慈悲性 悲悯性 就是原来不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就可以去贩卖或去养这样子 希望说能够从教育的角度来推广 保育这个野生动物这种角度这样子 这是流浪的规规 另外有一本生命画册 就是收集的就是 每一则就是收集那个生命 一点一点的小故事 小故事 都是满散心三年小故事 家里的爸爸妈妈或是爷爷 跟小朋友讲故事 一天讲一则 无形中就启发小朋友的这种慈悲或善念 学校老师也可以来讲 从小学习尊重生命 对对对 这是用生命教育的启发 因为我发觉若没有从生命教育下手 你从外面的法令制度 真的是会随时会改来改去 变来变去 所以真的没办法 所以真正如果从生命的角度来推 生命教育的角度来推广 倒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这几年都是 那是有对外去宣导 就是推广这种爱护尊重生命 这种概念 是 非常谢谢 今天访问的是 福治佛教基金会的陈一辰 陈克长 克长 其实佛教基金会 他们你们也在各地设了 理人事务有限公司 推展有机商品 有机食物 有机食物 对 真的在整个生命教育上面 到有设的有机的部分 对于环境尽了一份心力 谢谢 非常谢谢陈一辰克长 谢谢 以后有机会再邀请陈克长来上我们节目 是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啰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了 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 再见